好,各位同學,我們現在要進入的是 第三單元 排列與組合 好 那首先我們要進入這個區塊之前,我們要來,一樣我們要定義同學 這個章節應該是這個學期當中 好,除了你前面你會怕LOCK對數之外 那再來就是排列組合這個區塊是各位同學最怕的 好,那一樣我要定義同學 排列的提醒非常的多 這個提醒會比較少 好,那問題點是 提醒很多,同學都會混流 再來,他不要少 好,同學說那我知道了,組合比較少,不要好準備 注意,錯 當你進入到組合後,你會陷入另外一個困擾 就是當你看到題目,你有沒有搞不清楚 因為你排列學過了嘛 這個題目到底是排列還是組合 這樣了解嗎 好,所以呢我們再強調一次 這個區塊同學必須要很認真的聽 你的筆記很輕鬆 那麼最主要是邏輯觀念的建立 雖然我們在論述的時候 好,那麼 我們在講解的時候 我講話的速度我就會放慢 那最主要是同學一定要注意聽 觀念 邏輯 好,再來 提醒很多 那這裡的提醒 我們會跟同學講 每個大主軸 要領一定要背 一定要記好 一定要先記好 然後呢,在組合的時候 哪裡容易混流 我們 好,會 教你方法 如何去做分辨動作 了解嗎 好,那首先我們進入到主題 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最主談什麼東西 好,談成法原理 還有什麼 好,加法原理 還有 樹狀圖的問題 這樣了解嗎 好,那麼我們直接看第一題 第一題 第一題題目他提到什麼 他說有五種報紙 有四種週刊 有三種的月刊 好,來 那這裡的要領當中要來 那麼 重點起來這邊 好,我們做簡單的判別方式 我們是這樣子判斷 如果 沒有關係 記得 我們就用加的 如果 有關係 好,記得 我們是要用 成的 沒有關係 就加 有關係 你就成 了解嗎 好,那麼同學 那你看喔 他的第一小題怎麼說 第一小題 好 他說 緊就全部 只定一種 全部 只定一種 好,來,我問你 你報紙有五種不同的報紙 四種不同的週刊 三種不同的月刊 他全部只要定一份而已啊 只要定一份而已 好,那我問你 這之間有沒有關聯 有沒有關係 沒有 沒有關係什麼 就像這樣 所以你第一小題的答案多少 就12種 了解嗎 再來 第二小題 好,你看題目的論述 他說 若分別 好,把分別兩個字 畫起來 把分別兩個字畫起來 分別各選定一種 還有一個個 也就是說 報紙要定一種 同時週刊也要定一種 同時月刊也要定一種 好,那他問你有幾種不同的定法嗎 來,那我問你 報紙五種 週刊四種 月刊三種 我問你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 有 有關係什麼 那就乘號 所以 第2小題的答案是7種 總共就有60種 OK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範例二了 範例二 好,那麼這一個題目的同學在 因為我們的版本有很多版本 那麼有 有版本當中 學校的課本裡面的內容範例就有這個題目囉 所以一開端的話很多同學光 進入這一題就開始掛掉了 來 那麼你留意到這個題目怎麼說 他說有圓形的體育場有五個門 好,他說今天有兩個人要進到體育場裡面 而且要出來 好,那你看 他的限制叫做 假以兩人不得有相同的門進出 也就是說兩個人不可以從同一個門進去 且 且叫做同時要滿足 這個題目是兩個條件限制 再來第2個條件限制 自己不可以由相同的門進出 比如說假剛剛從這個門進去 待會就不可以從這個門再出來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這種題目來的同學就比較麻煩了 就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說這種考題的話來的同學記得 來,應該怎麼處理 必須要討論喔 他沒有那麼單純喔 你就必須要做什麼 做討論的動作 好 那麼我們說 討論我們就分為兩類 一種 叫做假 好 從 以 進入的門 好 出去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假 不從 以 進入的門 出去 好 所以呢來從來留意的喔 一個是什麼 從一個是不同 好 好 那我們來畫一下 來畫一下 好 他說一個圓形的體育場有五個門 1 2 3 4 5 好 好來 那麼我們先觀察 進入 好進入的話呢來同學是不是假跟你 假跟你 好來那你先觀察喔 假進去幾種選擇 他是無種選擇 可以吧 假設假是從這裡進去 好 那我你 以勒 假是無種選擇 1 2 3 4 5 那先挑嘛 好 挑完的話來以剩幾種 來從來留意的 以 是不是可以從這裡進去 可以從這裡進去 可以從這裡進去 好 可以從這裡進去 所以以是不是叫四種 可以啦齁 那麼假 挑哪個門進去 會不會影響到以 以的選擇 會 我們說會有影響就叫有關係 剛剛第一題談過有關係什麼號 乘號 這是不是叫做20 可以吧 好 那我你 那出去勒 好出去 好那麼同學那你現在看喔我現在以這把拉長 以拉長我的手也代表什麼 以是從這邊進去喔 OK好再來 所以呢各位同學做筆記的時候我建議各位同學幹嘛 你一定要用色筆做區分喔嘿 夾是黃色粉筆 以是紅色的粉筆 OK嗎 好再來那我先問你 夾出去幾種 夾出去幾種 欸有什麼回答 幾種 四種 那你如果四種的話來我就請教你 你夾這好玩的嗎 你不是假設說夾要從以進入的門出去嗎 所以剛剛以從這裡進來 那我夾勒 是乖乖的從這裡出去 黃色是夾 是一種 對吧 好 那接下來換來同學那夾勒 夾勒正幾種 兩個人不可以從同一個門出去嗎 夾從這裡出去然後你夾勒 夾是不是選擇從這裡出去 不然就從這裡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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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幾種 四種 可以吧 懂喔 好 所以呢同學在這個狀況之下 那這樣多少 要進去同時要出來 所以這兩者是不是有關聯 有關係來什麼號 什麼號 叫做乘號 他乘以他多少 這是八 OK 我們來看一下第2個狀況 第2個狀況我們說甲不從乙進入的門出去 一樣我們畫個圓形 5個門 1 2 3 4 5 好 甲 跟乙 好我們先探討進入好嗎 那進入換來一樣 5乘4 這是不是叫20 那麼我們要探討什麼 來 出去喔 來那你先看喔 進入換來同一樣 甲 從這個門進去 疑有幾種 好疑是不是有一種 兩種三種 四種 可以吧 好現在換來甲要出去 好我們說我們的 設定叫做甲不從乙進入的門出去 甲不從這個門出去 可以嗎 好再來囉 甲 甲 他出去的選擇 是不是只有一種 兩種 三種 ㄟ 不是嗎 注意了 甲剛剛從這裡進來 可不可以從這個門出去 題目講的嗎 自己 不可以由相同的門出去 所以甲剛剛從這個門進來 他不可以從這個門出去 了解嗎 所以甲出去 你又設定說他不可以從乙進來的門出去 所以他剩下 一二三 三種選擇 好 那我現在選擇 現在假設他挑這個門出去 好來 這三種 他從這個門出去喔 這甲囉 好來 好 那乙咧 乙出去有其中選擇 乙 他剛剛從這個門進來 他不可以從這個門出去吧 好再來 好 甲從這裡出去 乙 不可以從這個門出去 因為兩個人 不可以由相同的門出去 聽懂嗎 所以乙剩幾種 乙咧 是不是剩 一種 兩種 再來 是不是三種 他是不是剩下三種選擇 可以嗎 好 所以來 這撐起來多少 這是不是九 好 再來 那我問你 進去出來 有關係 這兩個是要相承 相承叫做一百磅 OK嗎 好 再來 留意了 這中間叫什麼字 或 甲從已進入的門出去 或 甲不從已進入的門出去 好來 我先口頭 告知同學一個觀念喔 你在排列組合 依照後面的機率都相同 你只要遇到中文的什麼 或 或 這個字 那就幹嘛 那就是兩者是 沒有關係的嘛 就用加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這一題話來同意他的走法若干 就是八十加 一百八 所以答案 就是兩百 六十種 OK嗎 好 所以這題目 還能來那麼同意 你要特別留意喔 筆記的部分話一樣 我再提醒你 黃色是假 紅色的事宜 你在做筆記的時候你筆記必須用顏色做區隔 不然的話你討論到中間的時候你會整個是大亂的 這樣了解意思嗎 可以啦 好來 那接下來我們說下面的類體第二題一樣我們幫各位同學看一下 他可以講說這三個括號相乘他的展開有多少項對不對 來那我同學那你回顧一下我先舉個簡單的例子齁來模擬 假設 A加B 乘以C加數就好了 好啊不然我們再舉簡單一點的來那你看 A A 乘以 B加C好這樣子 更簡單 那我問你 他會等於多少 AB加AC 所以總共幾項 兩項 那兩項要來通你可以發現這裡是佔一項這括號是佔兩項 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啊他們是不同的字母啊 他總共是不是有兩項 可以吧 好所以這一題我要來通你可以發現這括號多少 3 這括號裡面有兩項這括號裡面有什麼 4項 來撐起來 所以答案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 答案就是20四項 OK嗎 感谢观看